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 控制着大大小小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活动 我们可以思考、记忆、工作、学习、玩乐 当夜晚熟睡的时候 我们依然保持着平稳的呼吸 有节律的心跳 这一切都离不开大脑 有人经常会说 我的记忆力不行了 我记不起来去老朋友家的路了 或者我记不住这些外语单词和数学公式了 不管是冒蝶老人或者生生学子 如果他们用这种借口来推脱责任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他们最好的健脑食物 让他们的大脑运转得更灵活 的确 有些食物可以预防机能衰退 保持健康 更重要的是增强记忆力 让注意力更专注 远离痴呆症 在我们认识这些最好的健脑食物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脑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 它们有什么功能 我们所说的大脑实际上是由五个成员构成的一个小团队 各司其职协同工作的 它们包括大脑 小脑 脑干 垂体和下球脑 大脑是最主要的部分 它让人可以思考 记住每时每刻发生的点滴事情 做出决定 户外运动也离不开它 不管是行走 跑步还是打球 它控制着肌肉 支配着人的活动 大脑包含两个半球 左半部分经常被称为数字大脑 它擅长分析计算阅读和推理 而右半部分更加直观 经常被称为模拟大脑 它擅长直觉 艺术 想象力和整体思维 实际上就像人的左手和右手一样 它们是相互配合互相补充的 我们同时在用着两个部分 一个最普通的例子就是弹奏钢琴 左手和右手实现了完美的配合 大脑的后面是小脑 它比大脑小得多 控制着平衡和协调 所以运动员在球场上叱咤风云的时候 让它们灵活自如 游人有余的 不是它们最酷的动作 或者漂亮的球衣 而是发达的小脑 另一个很小 但是很强大的成员是脑干 有人把脑干称为大脑的秘书 身体发送回来的庞大的消息 要先经过它的整理 再传递给大脑 它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 不管在熟睡中 运动的时候还是安静的状态 维持稳定的呼吸 心跳和血液流动 另一个成员叫垂体 大概只有豌豆大小 它的功能是产生激素 让小孩慢慢长大成人 最后一个成员是下球脑 当天气太热的时候 我们会大量出汗 当天气冷的时候 我们会冻得哆嗦发抖 这都是下球脑在起作用 它就是人体的恒温器 让身体保持在98.6华氏度 或者37摄氏度 大脑和小脑的表面 覆盖着一层灰色的组织 叫做皮质 它实际上是由神经细胞体构成的 是神经系统最重要的部分 良好的大脑健康 贯穿着人的整个生命过程 它的表现决定了人的认知 记忆 学习判断 理解 交流 情感 以及生活的质量 影响大脑健康的重要因素 是氧化应激和神经炎症 轻的影响记忆力和交流能力 严重的造成轻度认知障碍 甚至痴呆症 饮食与大脑健康之间的联系 变得越来越清晰 有大量证据表明 食物可以有效的作为防御性抗氧化剂 减少氧化应激 这些食物主要来自于植物性食物 而且富含黄酮和粉类化合物 这些食物可以维护大脑的健康 降低认知能力下降和痴呆症的发作 1.核桃 打开核桃坚硬的外壳 果肉的外形跟大脑有几分相似 实际上核桃含有高含量的抗氧化剂 包括类黄酮、粉酸和维生素E 在甘果中 核桃的抗氧化功效是最强的 而且α亚麻酸的含量也是很高的 核桃的这几种植物营养素 有抗氧化和消炎的作用 而且它们通过叠加来发挥更大的功效 对15000多名女性的调查发现 每周至少吃5份坚果的女性 跟不食用坚果的女性之间的 认知得分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相当于两年的认知老化 也就是说 经常吃核桃和各种坚果的女性 比不吃的大脑要年轻两岁 要实现这些好处并不难 每天只要吃一到两个核桃就可以了 2.鸡蛋 鸡蛋是蛋白质的良好来源 其实它也是健脑食物 鸡蛋中含有多种有益的成分 胆碱就是其中一种 胆碱是神经地质的前提 而神经地质相当于神经信号的通信源 它促进神经信号的传导速度 帮助大脑细胞相互交流 增强记忆能力 胆碱的摄入量跟记忆力和心理功能有关 鸡蛋是胆碱的良好来源 一个鸡蛋含有一个人每天胆碱需要量的五分之一 主要在蛋黄里面 经常从事长时间耐力运动的人 比如马拉松跑步 身体的胆碱水平会下降 还有酗酒的人胆碱也会降低 因为酒精会增加胆碱的需求 孕妇在怀孕期间也会增加胆碱的需要量 因为供给婴儿的神经系统发育 这尤其重要 这几类人需要额外补充胆碱 鸡蛋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比如B维生素就在大脑健康中有重要的作用 能减缓智力的下降 一天补充几个鸡蛋 是最简便可行的建脑方法 3.鲑鱼 鲑鱼是最健康的食物 它是Om3脂肪酸的最佳来源 包括两种最主要的Om3脂肪酸 20碳5细酸EPA和22碳6细酸DHA 大脑的主要成分是脂肪酸 这种长链状的脂肪分子 是构成大脑正常结构所必须的 大脑中多一般的脂肪酸是22碳6细酸DHA 这种成分就像外套一样 包裹着神经细胞 构成细胞膜的大部分构造 它可以保护神经元细胞不受损伤 减轻大脑炎症 帮助产生神经地质 快速传递信息 如果不能从食物中获得足够的DHA 大脑就不能保证最佳的状态 就有可能让神经元受到损伤 产生炎症 炎症会导致情绪抑郁和记忆力减退 损害大脑功能 除了Om3脂肪酸以外 鲑鱼还含有丰富的B组维生素 这也是保护大脑必须的 其他富含脂肪的鱼 比如血鱼、金枪鱼、沙丁鱼 也是Om3脂肪酸的良好来源 4.黑巧克力 黑巧克力不同于普通的牛奶巧克力 黑巧克力含有70%到90%的可可 而牛奶巧克力只含有10%到50%的可可 白巧克力不含可可 只含有可可脂 大脑是人体中最耗氧的器官 也最容易受到养自由基的损伤 就像切开的苹果很快会变鹤一样 自由基也会损伤大脑 黑巧克力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 能减轻自由基损伤 减少炎症 黑巧克力中的化合物 能够改善流向大脑的血液 提高记忆力、注意力和反应速度 竟然有人发现 巧克力消费量高的地方 诺贝尔奖的得主也最多 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 但是巧克力所含的黄碗醇 却是有益于大脑的植物营养素 黑巧克力中黄碗醇的含量很高 而牛奶巧克力和白巧克力的含量 却低得多 5.姜黄 姜黄是咖喱的主要成分 这种黄色的粉末 既是食物 也是古老的印度药物 阿尔茨海默病又叫老年痴呆 当一种名叫β淀粉氧蛋白的物质 在脑细胞中积聚 形成坚硬不容的斑块 就会导致痴症 阻碍大脑功能 严重影响生活 姜黄的有效成分 姜黄素能够阻止这种斑块的形成 防止老年痴呆 同时 姜黄素还可以提高 老原性神经营养因子的水平 这种生长激素 可以促进神经元形成新的连接 改善记忆力 能够延缓甚至逆转脑功能下降 抵抗大脑的退化过程 6.咖啡 咖啡不仅是最受欢迎的饮料 也是健脑的饮料 它可以改善记忆力 降低患上痴呆症的风险 它会减慢痴呆症的发病进程 预防痴呆症 它也是神经保护性抗氧化剂的有效来源 甚至超过水果 但是对于多数人建议每天最多喝三杯黑咖啡 跟咖啡类似 红茶和绿茶也含有增强大脑的开氧化剂 也可以作为低咖啡因含量的健脑饮料 放心享用 除了健脑食物之外 还有一些技巧可以帮助保持大脑的敏锐 我们需要有大量的娱乐时间 让大脑从紧张中放松 运动是一种很好的让大脑健康协调的方式 选择任何一种你喜欢的运动 让身心彻底放松吧 尝试新的东西 任何有挑战性的新事物 都是对大脑的一次锻炼 比如读书 弹奏乐器 唱歌 制作手工品 下棋 一个最普通的例子 就是钢琴演奏家的两个半球 有着发达的连接结构 因为他们通常是在儿童时期 大脑还最容易塑形的时候开始训练的 这个时候连接最容易改变 当然 老年人演奏乐器也不晚 活到老 学到老 起码可以锻炼大脑 预防痴呆症 保持一个爱好 因为爱好能让你专注 让你的大脑一直保持活力 你能为大脑做的还有很多 好了 关于最好的健脑食物先介绍到这里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灵堂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新视频了 谢谢收看 下次见 呦呦 呦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